他們這三人好像很熱衷宗教信仰 他們會在半夜的時候燒紙錢 其實你在半夜拜拜就不太對 為什麼 半夜拜拜應該都是拜好兄弟 就是他們三個人原本就對這很有興趣了嗎 對 他就認為說 他就說代代我跟你講身上不乾淨的東西 代代我們要幫你驅磨驅邪 結果對他做這些驅磨驅邪的動作 其實在我們一般人看來就是一種虐打跟虐待 所以其實你越挖越深就發現 這四人的關係好像很複雜 所以又牽扯到又有宗教學又有玄學 又有糾紛又有財務糾紛又有虐待又有軟禁 這交織下來之後就最後他們是三條人民就不見了 唯一的生還者代代卻又當時又沒有出來 對 這三個生還者再去往下面追 他們兩年前 十年前曾經在這裡迷霧 所以這個牽扯的可以說這個局 這個水很深 嘿 我在發現場 大家都是先知己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豐德 那我們節目做到現在 其實累積了不少的案發好朋友 都是相當有人氣又很有料的來賓 很多聽眾聽一聽之後都會留言說 被誰給圈粉啦 像是阿善師啊 或者是前陣子很常來的這個替甸都累積了不少的粉絲 那其中呢 更是有一位在這麼多的案發好朋友當中呢 經常被粉絲們參與說 希望可以跟風的我來再一次合體 希望我們可以再一起來錄一些新的節目 那晚敲了那麼久 都快要敲破了 終於等到合適的時機了 近日呢 鬼門開 找鬼記者要再次來到案發跟大家說 說那些靈異離奇的故事 那我們歡迎 錯別字賴政凱 賴政凱 你好 嗨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我是賴政凱 去人來的時候 大概已經快要一年了對不對 對啊 很久了 很久了 對 那你上次來我們這邊呢 就是講完這些故事之後 回到你的自己頻道裡面 然後來可能在主持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我們的粉絲過去串串門子 抽抽惹惱 非常多 就是可以看到留言區說 我是看那個我在案發現場來的粉絲啊 誰誰誰 然後他們也會說什麼 你可不可以跟陳鋒德就是再錄一集啊 他們很想聽我們兩個人聊天 但我就覺得說其實我很為難就是 不是隨便可以上他節目的 對啊 陳鋒德這個人大頭症很嚴重 所以我怎麼辦 我得找一些理由 所以我就拼命的寫書 我要出了一本新書 我才能夠厚顏無恥的說 能不能拿這個當敲門專說 可不可以讓我上你的節目 是 現在馬上就切入重點了 沒有 我這個書 書打完我就走啦 你就自己慢慢了解下來的論 今天是來打書的 我打完書我就走了 其實我們現在就有擺一本在我們桌上啦 就是這本書就叫做 《靈異錯別字》然後《夜訪白鬼》 沒錯 這本書是最近才出的嗎 對 就是鬼門開的時候剛好也跟著出這樣 嗯 他夜訪白鬼所以你訪了100個鬼 其實對 這個很有意思喔 所以《靈異錯別字》是我在YT的節目名稱 那我做了100集 就講了100個鬼故事 所以才有《夜訪白鬼》 就是訪問100個鬼故事的這種原由 欸不錯 問得好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夜訪白鬼》這樣 是 所以你就把這100個故事 濃縮到你這一本書裡面 對 沒有錯 當然中間有些起承轉合 就是也是從經歷我們中天關台嘛 對 才會有《靈異錯別字》的節目 然後慢慢的 你剛剛那小OK嗎 可以啊 很開心啊 對 我們是一個很漂亮華麗的轉身 喔 是是是 好 欸其實聽眾好像特別都喜歡我們兩個欸 感覺好像是不是希望我們有一些 特殊的激情之類的 我結婚囉 你的性向是喜歡女生啦 非常愛 對 性向是喜歡女生 但他們好像都喜歡聽我們講一些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有為難我 因為我不是喜歡講這些東西的 你說講有的沒有的嗎 對啊 對於一個有深度的人 你一直要我去講這東西 但是為了配合陳鋒德這種水準 是OK啦 我還是可以接受 還是可以講 可以講 好 好 為難你 真的是為難你 好 那其實這一次呢 來卡丘帶來的一起案子喔 是當初我也相當關注的一起案件 看到新聞剛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詭異啦 對 那個時候我原本就想要談 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人 對 沒想到後來賴卡丘 你有去訪問這個案子嗎 我就是有追這個案子 然後也從中去得到一些比較 特別會比較隱密的一些訊息 那到底是什麼訊息呢 準備好的話就請聽這一集的 我在案發現場 2021年的12月31號 那一天呢 這是大家準備要跨年的時候 可能很多聽眾已經規劃好 提早請假啦 要去哪邊度過你的跨年夜 不過在南投撲你呢 卻相當的不平靜 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賴卡 當時有一對夫妻喔 像你剛剛提到12月31號 是大家心情很好 因為晚上就是跨年 我還記得我準備要去露營了 真的喔 可見的心情一定也是不錯 也是在大自然的情況下 這對夫妻就是跟著一起出去踏青 到臥龍洞這個地方 他這個名稱聽起來就很玄了 但其實他這個地方呢 是算是 算秘境嗎也不算 因為也算是可以很容易到達的地方 對 他就是在一個山裡面 他是一個很狹長的一個山洞 那因為這個臥龍洞本身呢 就是有很多的蝙蝠 所以被稱為蝙蝠洞 在哪個縣市呢 蝙蝠洞其實他是位在於 埔里、南村里跟成功里之間的 一個丘陵山區喔 很像地理客喔 對不對 還位長 長約30公尺 高7公尺 所以其實你算算就發現 他跟摸乳像很像 他只能一個人通過 但是這個洞呢 他卻有很多的蝙蝠居住在這裡 所以就是又被稱為蝙蝠洞 那這對夫妻呢 他是不是去蝙蝠洞 不知道反正 他是到這個地方去做踏青 他們才剛進去沒多久 就在離他們這個停車場 沒多遠的一個距離 就發現一具屍體 一具屍體 掛在樹上 那當時一般民眾聽到 一定不要說聽到 看到人就嚇到 就趕快跑去報警 是啊 那警方到達現場時 就趕快去做一個調查 發現死者叫做范姜 我們先檢查他會范姜 因為他是姓范姜 對他是姓范姜 一個男子這樣子 但是警察繼續調查之後發現 事情沒有這麼單純 因為正常來說 我以為可能就是 自己來這邊輕生 那警方去追查之後才發現說 跟他來的是其實有一對情侶 他們是三人一起來到這個地方 一起來到臥龍洞這個地方 對 這個情侶就是叫一個姓郭 一個姓王 郭姓男子跟王姓女子 他們就是三個人一起來 警方第一時間就想到 那這對情侶去哪裡 沒有在附近 沒有在附近 也找不到這個人 然後警方去追查發現他們 車廂裡面還有一些錢包跟手機 所以也應該走不遠 因為他們的機車還停在停車場那邊而已 對沒有錯 所以警方就是巡線去做這個部分的調查 但可是就是找不到 因為這件事情一爆發之後 其實有一個叫跑山獸 大家應該也比較有印象 就發生山難的時候 這個跑山獸跟他們這對夫妻 就會很熱心的去做一個現場的幫忙 斜巡 對斜巡他們這個部分 那跑山獸就跟著來 這邊有個小故事 在找的過程中 因為大家可能很少到荒郊野裡 你露營應該知道 其實他不是像我們在馬路上面 你去看那個什麼 三明路右轉這樣這麼好找 沒有山路是很難找的 有時候根本沒有路 對 你會覺得沒有路 但其實他是有路的 所以那時在找找找的時候 他這個妻子 他突然間在某一個地方 他頭有一點暈 暈眩 他就停了下來 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他停下來之後 他就撥一下附近的草堆中 發現草下面剛好就有一個腳印 他就馬上警覺說 這就一定是有一個路線 他就循著腳印走 就找到那對上吊的情侶 他們也掛在那個樹上 掛在那附近 距離一開始我們講到 那個范江他的遺體的位置 大概距離多遠 才200公尺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很遠 那警方在進一步調查 已經找到這三個人 所以可以感覺說 這個案子好像稍微要破 但是你聽下來 應該會覺得很多怪的地方 這感覺他們三個人一起到這個現場 一起到窩龍洞如果要去玩好了 但是不是玩了 他們是最後面在那邊全部都上吊了 對 那他們是相約來 一起來親身自殺嗎 不清楚 因為沒有留下遺書 也沒有留下任何的蛛絲馬跡 但是有一些地方 警方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我們找到 范江的那個屍體的時候 他嘴巴是叼著煙的 他手裡也夾著煙 你想想看 你要上吊你會這麼的愜意嗎 而且你今天把自己掛上去 你脖子會掙扎 舌頭你看過嗎 吊死鬼舌頭會吐出來 你怎麼有辦法嘴巴含著煙 手裡夾著煙 還會脫缸欸 那是很痛苦的過程 那是一個很掙扎的過程 沒有死得這麼瀟灑 法醫高大臣當時看到這個案件的時候 他第一個合理懷疑是什麼 這應該是掛上去之後 有人把煙放到嘴巴裡上 讓他去夾著的 那為什麼這麼做不知道 那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 這對情侶的部分 這對情侶他們過世的時候 他們腳邊跟附近有很多的酒瓶 有高粱酒跟啤酒 所以他們其實好像是來玩的 但又好像是計畫好來殉情的 還是說一起相約集體自殺嗎 可是如果要三個人集體自殺 因為他們三個人是認識的人 一起騎車來 當時監視器有看到我 如果真的要來自殺的話 那為什麼不在同一個地點 要相隔兩百公尺遠呢 這就不清楚了 這到現在都還不了解 而且我們警方有去調查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 他們其實 你說他們是好朋友 好像也不是喔 他們其實有糾紛的 因為他們之前這對情侶 小郭跟王王 他們是有在賣多肉植物 算是他們的事業 但是范章有一次就是 不小心把他們的多肉植物弄死了 為什麼會弄死 因為他就約朋友來家裡打羽毛球 然後就把他們這個多肉植物 一整櫃 他不是一株而已 一整櫃的搬到旁邊去先挪開 就打完羽毛球之後 忘了把他搬回來 所以就死一片 被太陽曬這樣死一片 那就不能出貨不能賣 所以有損失 所以他們是有這樣的糾紛在 有提告就對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他們有簽說 我要還你多少錢幹嘛 所以他們彼此的關係 好像也沒好到可以一起出遊 而且偏偏一出遊完之後 三個人卻全部都掛在臥龍洞這個地方 其實這一種如果真的是集體自殺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講這種殉情自殺是蠻常見的 過往我們也有講過幾起案子 可是你說真的有三個人集體自殺 以台灣我所知道的案件裡面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到底為什麼三個人會死在那邊 而且相隔兩地可能就是這個檢情要調查的方向了嗎 如果真的是情侶殉情又多了一個人 對就感覺有點奇怪 而且當時救難人員好像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這一對情侶黨 是不是 沒有錯 當時的救難隊他們警銷人員 消防隊他們去救難的時候 他們一看到這個照片 其中一個就嚇到 你說救難人員就嚇到 對嚇到 他說這對情侶我10年前左右才救過他們 而且他們10年前就有來到這個地方 結果迷路 就為什麼10年後他們又好像被牽引到這個地方 但這一次沒有迷路 他們這一次直接把生命都掛在這個地方 曾經有在這邊迷路過 所以對這個地方算是 應該算是蠻熟悉的 要不熟悉你也會知道說 我曾經在這裡迷路 你會警惕嗎 會比較緊張 小心嗎 但是你怎麼會10年後 你又再度重返這個現場 而且是用這麼 算是激烈的手段結束人生命這樣 當時警方有沒有想過說 這個范漿他是死在200公尺外的 會不會他是被這個情侶給殺害掉的 其實當時高大成他在做這個受訪的時候 他就有提過 他有提出這樣的想法是 他的認為是有可能這對情侶因為糾紛 他就把這個范漿可能一氣之下把它結束掉 結束掉之後就把它加工 所以才會有把他嘴角掛上煙 手上夾著煙 有點送你一路好走 為什麼這種煙會送他一路好走 因為其實在民俗上面來講 有時候像我本身會到一些地方去拍攝 可能是鬼屋可能是廢墟 那我們不太可能隨時帶著香 你也不會帶著香去踏行 你也不會帶著香去度飲 但如果這時候你要祭拜好兄弟 或是想送人一層的話 煙是最直接的東西 而且我們看一下祭拜好兄弟 你去一些廟 你要怎麼知道這間廟是陰廟陽廟 你就看他的香爐 他如果有擦香煙 那就是陰廟 是敗鬼的 好 煙的部分解決完之後 當然就是他們講說 可能是這樣結束之後 這對情侶就想說 害怕就想要跑 但是他們其實很清楚知道 他們怎麼跑都沒有辦法 跑不掉 所以後來他們就買著酒箱的這樣子 就可能自己乾脆就在這邊也結束掉 這是高大神那時候 有提出來的一個論點 但是是不是 也就是檢警要去做一個釐清 好 那這個案件更詭異的地方來了 警方後來在這個范江 第一位被罰棄的這位男子的遺體 他們家裡面 他們的租屋處裡面 有發現奇怪的東西 因為其實後來發現 這個范江以及這位小郭 還有他的女朋友 王王 他們三個人是住在一起的 他們的租屋地點 裡面竟然怪怪的 當時去看到什麼 因為警方到了現場的時候 他要了解這個人 他可以從他的生活起居 跟他的一些筆記 字條或是書本 來了解這個人 像說可能如果今天警方 是來到陳蓬德家裡面 他可能看到 不多野結衣 內褲巨尻 大概就可以勾勒出 陳蓬德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一個陰謀 對 所以他今天犯下這個 可能是性騷擾罪 就合情合理 對好 那他們到現場的時候發現是什麼 像說他有發現 他有一些字跡是寫 殉道者 殉道者 就是有點像是去 犧牲事業性命 殉道者 然後還有這個和宇宙同在的文字字條 然後再去打聽左林右舍 其實他們曾經搬過家 他們之前是住在別的地方 然後搬家的時候他們就去問 他說因為他們這三人好像很熱衷 宗教信仰 他們會在半夜的時候燒紙錢 或是燒一些東西 那就打擾到鄰居 因為味道 其實你在半夜拜拜就不太對 為什麼 半夜拜拜應該都是拜好兄弟 比較少是半夜 也有一些像拜天公那些 會拜神 但是顯然他們常常在半夜拜的話 就感覺是在拜好兄弟 但是一問他們又不講 鄰居就會覺得 你這樣半夜燒東西 既來危險 而來煙會到處亂窜 而且他們也會害怕吧 對一定會怕 怎麼會不會怕 所以他們就搬家 然後被鄰居就是不太喜歡 他們就搬走 才搬到他們第二個地點 才在這邊發現這些東西 那當時我在做這條新聞的時候 我有去找到這些死者的臉書 那我就看他們的PO文 其實蠻正常的 剛剛有提到他們是做多肉植物的事業 所以就有一些多肉植物的 照片啊 一些文案之類的 對然後情侶黨出去吃飯拍照打卡 就送肉嘛 然後去哪裡玩 這都很正常 但是我按他們的個人資料的關於 點下去之後往下拉 他們就有去按過什麼什麼的社團站 你看大概這樣 一些粉絲專業站這樣子 沒有錯他們就有很多是相關於一些玄學的宗教的廟宇的 所以其實呼應到他們其實對宗教信仰跟玄學神秘學這些他們是很熱衷的 這個跟他們三個人一起去山上裡面上吊有沒有關係 關聯性應該有 但不能說直接關係 對 其實我很在意的是這個殉道者還有和宇宙同在 當時簡簡在他們的這個作物處裡面有發現這樣的文字嗎 尤其這個殉道者感覺他們是不是信上了什麼邪教 可能相約好三個人要一起來自殺 然後為他們的這個道來殉道這樣子 如果要去這樣做解釋其實在過去的信仰跟神秘武社區 或者是我現在做靈異錯別字的節目 相關的案件當然有 這都是有發生的 就是他們可能信奉一些生命 他們認為這樣的方式可以上天堂 那他們可能所謂的天堂不見得是我們認知的天堂 可能是宇宙他們認為是宇宙 進到宇宙裡頭 但這些東西不能夠直接說就是他們三個人親身的主因 但是確實在過去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受訪者他們有提過這些事 這個地方我剛剛想到 我那時候這條新聞在做的時候我去請教一個人 誰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戴立剛 新聞農捲風 公司嘛我就問他 他給我一個很特別的觀點 他說什麼 他說第一就是他10年前曾經在這裡迷路 對啊 那有沒有可能是有一股力量原本想要帶他們走 沒走成 10年後他們又再次被牽引過來 那我就跟立剛哥說這10年也太久了吧 對啊 是10年要去早就去了 對啊 10年是小學加國中可能要上高一 但是他就講了一個關鍵詞 他說在那個世界裡面的時間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他們說那個世界的時間可能10年 說明是10分鐘 或10秒之類的 對 那在他們那個世界裡面他們的空間感也跟我們比 因為是第四度空間嘛 他們的經緯線那些其實不是像我們說 我們認知裡面台中到台北是這樣子走 他們可能是轉個身就到台中 沒錯 所以對於這樣的情況下他就這樣做解釋說 有可能在10年前他們就在那一次的過程中 沾染上一些力量 但是在這個力量保持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他們才會慢慢的去往這個信仰宗教的方向走 然後在10年後可能他們陷入低潮 或是他們的那個情況已經被整個同步化了 再度被牽引到臥龍洞這地方結束生命 噢是 剛剛燈是在閃嗎 還是我眼睛出問題 有嗎有燈有閃嗎 沒事沒事 你講一講我 我們現在燈是有點偏暗了 我今天把那個天光板的燈都關掉 你知道講一講我毛骨悚然 我剛剛真的毛毛的 真的嗎我剛剛講的問題 是我眼睛有點 我覺得他要閃兩下 真的有閃 有嗎 我剛剛看了他閃了兩下 對啊所以不是我的問題啊 應該是正常的 電壓啦 對電壓問題 可能又閃了又閃了 好兄弟來 現在鬼門開 不要亂講話 你要去入營不要去臥龍洞 好可怕 好 那當時啊這個小郭還有網網 他們情侶檔的手機呢 被找到之後 也送到南投陷警局裡面的這個科針隊 行大裡面的科針隊來進行檢驗 可是發現呢 兩隻手機裡面的內容早就被重置了 也就是說可能是雙wipe 基本上都把裡面的東西都洗掉了 所以你看不到裡面的任何內容了 所以當時科針隊他們想要看 他們有怎麼樣的對話紀錄 像你講的嗎 可能在我家裡面就會翻到一些A片 我覺得是個螢幕 你講的不是我講的 可是如果現在因為搭動手機 如果在手機裡面看到一些對話紀錄 一些圖片的話 可能就可以知道說 他們到底先前有進行過一些怎樣的討論 對沒錯 可是他們竟然連這個手機都重置掉了 所以基本上是不留下任何線索 讓警方來勘察 對然後就這樣離開了 所以這也是留下很多疑點的地方 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位情侶在10年前曾經有到這個地方迷路過 這個網王的家屬就有向媒體來講說 其實他們家是很單純的道教徒 其實網王是大學認識的男朋友之後 開始有聊到一些關於玄學的東西 並且對一些神秘的事物感到好奇 一些神秘學一些玄學的東西 感到非常好奇 像賴凱一樣 因此這樣子在10年前 網王在就讀大學的時候 就跟弟弟男朋友 也就是這一位小郭還有堂弟 一起來臥龍洞這邊爬山 打算來探險秘境 因為那邊蝙蝠很多 感覺也是陰陰的 可能對他們這種年輕氣勢的大學生來講 去那邊是一個蠻刺激的一件事情 沒有想到後來 因為這個網王的弟弟害怕 所以這個網王就報案 請消防局將他們給全部都帶下身 因為他們可能也走不出來 在那邊迷路了 當時到底在那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家屬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也有可能是他們沒有跟家屬講清楚 到底裡面他們感知到了什麼 發生到了什麼 家屬是不清楚的這樣子 那我們案件假如現在 其實就只有三個人而已 但是在相應遺體的那一天 卻讓整起案件 往更意想不到的方向來發展 因為案件又多了一位女關係人 那現在狀況是怎麼樣的 就是我們剛剛聊的 都是兜在這三個人的死 沒錯 對不對 其實我們剛剛不是提一個網王 是一個情侶黨的那個嗎 沒錯 他那時候媽媽有拿一封信出來 在這個相應遺體的時候 對 他實在到現場上還有記者在 所以他拿出來的時候 記者其實是你也知道就蜂擁而上 要去拍這個信要幹嘛問 但是這個媽媽在把這件事情 咆哮完宣洩完之後 卻又迅速的離開 就是記者想要追問她的時候 問不到 但是他還是有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他就有提到說這個信 是寫給她的范姜男友 是寫給范姜男友的前女友 是寫給范姜她的前女友的 對 就是我們這起事件唯一的生還者 第四個人 他叫做黛黛 黛黛 對 那這個信裡面就是喊到說 媽媽的心肝寶貝 媽媽能做到就是這些 沒有辦法還你清白 因為他覺得他們被告 是因為這個女子黛黛誣告的 所以他們現在這三個人都已經死了 都是因為這個黛黛誣告他們 讓他們去死的 但是我們聽到這邊還是會覺得 有點怪想要去追問 但是他這個母親就馬上離開了 所以他這封信要寫給的 就是寫給黛黛的 因為黛黛當時有去告他們三個人 就是有去告范姜 然後王王 還有王王他的男朋友 他們三個人都有被告 所以我媽媽就覺得說 是因為他們三個人都被黛黛告了 他們最後面才會選擇來親生 在這個臥龍洞裡面相約來親生 這樣一講的話 感覺有可能性 可能是這種含冤而死的感覺 那其實他們這個含冤而死的部分 大家都會覺得說這個母親 因為他的王王的媽媽 他覺得我自己的女兒也是三條人命之一 所以他媽媽就覺得我女兒怎麼可以死 都是因為這個黛黛當初誣告 我女兒被誣告在其中 所以害我女兒害這兩個人都一起掛掉 但警方就會從這個地方去做一個巡線的追查 發現挖出一個更不得了的事情 怎麼了 就是他們其實是兩對情侶 我們簡單來說是兩對情侶 雖然他們有分手我們先不管 這兩對情侶 其實范姜跟黛黛是在一起 幫大家整理一下 王王跟小郭是在一起的 但是這個黛黛他其實是新竹人 他之家也是住在新竹 他是藉由在2019年透過網路交友的方式 認識他現在的 認識這個男友 范姜男友 但沒想到他們住進去之後沒多久 他們三人不是熱衷於神秘學這些嗎 就是他們三個人原本就對這很有興趣了嗎 對他就認為說 他就說代代我跟你講身上不乾淨的東西 代代我們要幫你驅磨驅邪 結果對他做這些驅磨驅邪的動作 其實在我們一般人看來就是一種虐打跟虐待 比如說我拿棒子來幫你敲打 打你的身體跟你說我再幫你驅磨 對其實過去有些邪教的是 把人活活打死在這個案件當中 那這個過程他們其實就會說 用什麼發熱或是有能量的東西 發電的東西去幫他做這個驅磨 甚至還跟他索取費用 甚至還有一種軟禁的感覺 所以整個過程在挖出來之後 發現這三人對於代代的一些行徑 已經是異於常人的一個相處模式 所以其實你越挖越深就發現 這四人的關係好像很複雜 所以又牽扯到又有宗教學又有玄學 又有糾紛又有財務糾紛又有虐待又有軟禁 這交織下來之後 最後他們是三條人命就不見了 唯一的生還者代代卻當時又沒有出來 對然後這三個生還者再去往下面追 他們兩年前 十年前也曾經在這裡迷路過 所以這個牽扯的可以說這個局 這個水很深 沒錯 我們剛剛講到說代代 他感覺是被軟禁被控制 當時他的家人也找不到他 所以他當時家人有透過報警來寫尋 最後警方在南投有找到代代 不過當時家人將代代給帶回去之後發現說 這個代代他們的寶貝女兒 精神開始有點恍惚了 而且全身上下也佈滿了很多傷痕 細問之下才知道說 他的男友范漿 以及另外一對情侶黨 去拿走他的手機 並且控制他的行動 還說他全身充滿了負能量 如果不趕快處理的話 這個負能量會轉傳給家人 所以就進行了很多的驅魔儀式 為了要驅魔 你幹嘛 你不要突然看 沒有 我是想事情 這個頭會抬起來 你不要自己講這個題目 然後自己燈閃了一下 你又在那邊剉溜剉溜的 你突然看了一下遠方 我以為你看那麼多 沒事沒事 你看了一下門的地方我想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抬頭 你一直在嚇 你這一集錄得很鬧欸 因為我把燈關掉之後我很怕 這個晚上我們才錄第一則故事 我們現在還有三則欸 好 他們幫代代呢進行了很多次的驅魔儀式 包括說在代代的身上捆綁鞭炮 然後來這樣子 引燃這樣子 還說每次要來收取25000元的服務費 哇那之前可能很多次的驅魔下來 感覺欸到底是在幫忙驅魔還是在戀財 也讓家屬感覺有點可疑 所以最後呢 代代的家人呢 就告犯將他們三個人 傷害啊恐嚇取財以及詐欺 那這個案子其實一直到 犯將他們三個人死的時候 都還在生理當中 所以都還沒有一個下落 但最後面這三條人命就這樣往生的 所以也沒辦法去取得 他們三個人進一步的說法 最後藍燈地檢署的檢察官 經過5個月的調查呢 確認沒有他殺的這個疑慮 因為我們剛剛在想說 像高大成法醫也說嘛 會不會是他殺 有沒有可能 但犯將呢是被情侶黨給殺死之後 情侶黨之後再畏罪自殺 那有可能就是他勸他 或是他自己甘願掉上去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勸他那就是教唆啦 教唆自殺感覺 但你也沒有證據 對啊 現場也沒件事情 對所以現場其實沒有他殺的嫌疑 這個是由比如說繩子上面的 或者是菸上面的DNA去採集之後 確認應該都沒有採集到他們的這些DNA 所以沒辦法確定說 會不會是他先把他掐死之後 但掐痕可能也沒找到 所以看起來就是只有一個掉掛的痕跡而已 所以也沒有什麼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的嫌疑 全案就這樣牽結了 不過我當時法醫解剖之後有發現說 在三個死者的體內 他們其實都沒有患有什麼致命的疾病 不是因為什麼真的得了什麼癌症 所以最後要相約自殺 沒有這樣的狀況 只要說范姜在案發的前兩天 就一個人到便利商店去購買酒類 所以范姜他買的酒 不是情侶他買的酒 是喔 我以為剛剛講這個 我以為是他買的酒就是情侶的 但有可能就是范姜買的這個酒 很有可能在兩天前就策劃好一切的事情 然後兩天後 他們才相約到渦龍洞的身上來 而且檢驗他們體內之後 發現他們體內除了有酒精之外 還有一種安眠藥物的成分 不過這種血液中的酒精濃度 還沒有到達這種喪失理智 或者是沒有完全失去意識的程度 就是有喝 但是沒有到你會完全掛掉的那種 酒空的那種狀況 完全不行人事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就是儘管有驗出這樣的成分 頂多就只能去佐盛說 有可能是自己服下了這樣的正經藥物之後 然後相約的來侵生 所以最後面這三起命案 就全部用自殺來結案 就沒有任何的他殺嫌疑來結案 如果你這樣講 其實我又想到的就是那個戴麗剛講的 就是他講的 他說這個就是那股力量跟著他十年 這次把他們三個人牽引過來 或是把那兩個人牽引過來 這種是不是一般我們在講的摩西娜 我跟你講摩西娜不是 因為我這條新聞 我同時有去問民俗專家 摩西娜他是一種精怪 我們常說抓交替呢 他是屬於比較偏向幽靈或鬼 摩西娜他不需要抓交替 他就是精怪他就已經修煉成在那邊了 他活得好好他不需要投胎就是精怪 他是精怪就是比鬼還要強一點的地方 這個等級他們沒打過架我不知道 但是精怪我們就是反正他們是不同屬性的 就狗跟貓都是動物 但是狗跟貓不是同屬性 但是精怪類他們就其實比較常識做惡作劇 所以你其實看真正摩西娜他把你就是牽到這個 裡面就為你吃土吃草吃蟲 然後把你弄到玩逆了把你丟回去 基本上很少聽到精怪會把你給弄死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得替貓西娜就是 這個背黑鍋的部分替他們申冤 貓西娜在你背後感謝你 對沒可以去 我收業配 然後他們就是說其實很多時候 在山裡發生任何的意外 都貓西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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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頂多為你吃草 為你吃草吃土跟吃蟲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老師他認為說 這個應該跟貓西娜無關 但是你要知道 貓西娜住在山裡面 但是並不是住在山裡面全都是貓西娜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鬼魂或是幽靈 他們也是住在裡面 或是他們本來就一股力量在那邊 對啊所以他們有沒有可能是沾染到別的力量或是什麼 對啊力剛哥有提到 從回到現場 對啊10年前對那個世界可能只是10秒10分鐘而已 可能又有一股感應之後他們就又回到那邊了 也或許是這樣 因為你看所有的資料顯示他們都不是任何踏殺 那你覺得如果是各個可能性的話 你覺得你最傾向是哪一種 因為我們雖然是做這鬼故事人 但我們也是比較科學派的思維就認為 也有可能是他們自己在長時間看這些東西 看到思維有點太過偏僅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學的 他們可能也沒有去跟人家討論 或是有人跟他們講 他們就是網路上講什麼他們聽什麼 那久了之後他們可能就認為這樣是對的 而去做 對這是也有可能的 畢竟人都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們始終都不知道他們當時心裡是在講什麼 我在想如果真的是相約要親身要來自殺的話 很有可能是范江先走 那他第一個先走的 對 那因為可能他接觸的也早 那他先走之後可能是證明說我有死意 那之後情侶黨就會把這個煙 可能送他一程這樣子 叼在他嘴裡面放在他的手上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剛剛講過 真的要自殺的人是沒有那個賢情意志 對 雕著一隻煙然後在那邊上吊的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看他上吊完之後 最後面情侶黨他們在那邊喝完酒之後 然後才一起跟著離開 對跟著一起離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是我在想真的是加工自殺 只不過他們做的天意無縫 然後看不出任何破綻 那因為沒有監視器 對啊 但是法醫那邊最後面驗出來就是看不出來 所以整起案件科學證據沒有辦法去支撐的話 好像也就只能抄至少這個方向來走 對啊 玄學部分去解釋 是 好講完這個故事喔 其實我對這個賴凱妮自己 最近剛出的新書也蠻有興趣 你剛講到這個夜訪白鬼嘛 對這一本書 所以好像還有策展是不是 對這是我今天才知道 就是成品書局他們會去看他們這個月 或者是這段期間出的書 跟他們的這段月份特別的時間點有沒有適合的 那剛好就是我的這本書 林一卓別字夜訪白鬼 他們覺得好像蠻有意思的走鬼記者什麼 所以他們在台中的成品綠原道 在那個地方有做一個策展 就是你走過去可以看到一個 哇很大的這個櫥窗 對櫥窗 對就在那邊 然後就可以看到你的一本書 你本人 你本人 本人沒有在櫥窗裡面 因為是什麼紅燈區我在那邊跳舞是不是 在家裡面全都是這些有個沒的 講這種話就是 只是你的書跟一些擺設 對很像我們在那種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一個櫥窗的感覺 對對對但是對我來說其實我會很開心 因為這不是我花錢去買的 這成品他們認為說 這個還不錯那就把它放上去 特地幫你做這個策展 這個書真的是必買 其實我對你這書裡面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 雖然我們現場有一本 對放在這邊 對策展 這本好像說要送我的是嗎 對這本是送給你的 然後另外有三本是送給你的粉絲 這個有情有意了吧 真的是我們案發好朋友 我來看一下這本書的 真的有簽名耶 當然 怎麼證明是我的 你在案發現場 我在靈異錯別字 希望我們越來越好 哇 土風的 太感動了吧 謝謝 有情有意 而且這本書很厚耶 算是對我們已經刪減一些了 對 好那我們下一集會繼續邀請到賴凱 錯別字來跟我們講一些 這個奇怪靈異的一些故事 那其實對這個賴凱的新書 其實我今天剛拿到這個簽名版的 非常非常的珍貴 還有他手寫的真的是很感動 那我這邊也想要替我們的聽眾 案發聽眾來某一個福利 你剛說有帶三本來嗎 沒錯三本 三本都是要送給我們聽眾的 沒有而且我有簽名 有簽名 對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簽名 就把那也撕掉沒有 這火龍路上買不到簽名版的吧 買不到 我跟妳講喔 我的第一版因為它賣完了 我其實有出過這次第二本書 那第一本書我賣完了 我在淘寶上面看到它被標價到1300耶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投資我的書 你知道這比房地產還漲 真的 這個漲三四四五倍啊 對啊 天啊 就是我有一天粉絲傳聞說他想買第一版 後來在淘寶找到1299還多少 絕版書籍耶 我家裡還有10本拿去賣 套現 好像套現耶 這個版稅馬上把它賺回來 好啦 那我們 記得到最後也要來公佈一下 我相信你的聽眾們等很久了 我們要來抽 錯別字的新書 是 01錯別字夜訪白鬼這本新書 這個抽獎辦法 我們上次講說要送三本給我們的案發聽眾 對沒錯 這三本是賴凱字套腰包 別這麼說 情意相挺 太感動 那到底要怎麼樣拿到這三本新書呢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我們的這個抽獎方法 好 只要到我們的我在發現場的粉絲團呢 大家在臉書上面搜尋我在發現場 我們的粉絲團 要記住是粉絲團喔 不是社團 因為我們有粉絲團跟社團兩個 粉絲團 Facebook 對Facebook的粉絲團 如果大家搞錯的話 就是可以再私訊我們 但是要確認清楚是粉絲團喔 粉絲團的話找到我們8月11號 我們會有一個影片的貼文 然後在那個影片的貼文下面 留下 留下什麼東西 我們來想一下好了 所以一句話是不是 應該說留下一個主題好了 好 你就留下 你覺得賴正凱跟陳鋒德誰比較帥 然後我們會從裡面挑出最誠實的那些人 好不好 這樣子嗎 對就是覺得說 例如你覺得我覺得陳鋒德很帥 你就寫我覺得陳鋒德很帥 那你就不會抽中 這是我們在抽的 那你們工作人員要老實啊 那如果你覺得說我覺得賴正凱很帥 或是我覺得錯別字很帥 你老實 這些人就可以抽中 當然就是這樣 那至於老不老實就看你們的良心 好 好 看我們工作人員良心 還是我們來猜說 猜猜看我們兩個主持人平均幾公分 我平均身高幾公分是不是 不是 給你們暗示25 反正只要留下這個到底風德還是賴凱哪個比較帥 錯別字哪個比較帥 並且還可以加上你對我們這集的一些感想 好不好 對大家自由發揮 然後還要再對我們粉絲團來按讚 就可以拿到這個抽獎機會 然後我們一共會留下三本 最後再跟大家統整一次 首先就到我們的我在阿發現場的粉絲團 粉絲團 對不是社團 然後到這個8月11號的影片貼文下面留下來說 你覺得陳鋒德還是賴正凱誰比較帥 以及對我們這兩集的一些看法 就可以拿到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我們的 靈異錯別字夜訪白鬼的親筆簽名書 相當珍貴喔 我想想想想 你會不會給我抽三個都講陳鋒德 你應該沒有這麼漂亮 是不是 我跟你講我們一定是隨機抽選 就是用那個抽選的那個機器 但是如果有8成以上都講陳鋒德 當然陳鋒德抽出來的機率很高啊 我要把我簽名那邊死掉 我跟你講到時候看 我就看到底有幾個陳鋒德 幾個在睜開 這是面子之爭 好 那請大家不要錯過這個簽名機會 那更快的方法 就不用等這個抽書了 或者是你抽不到的話 那怎麼辦 你就直接去買嘛 你在MOMO或成品書局 甚至你在博客來都已經可以買得到 你就不用妹子良心講陳鋒德 好不好 也不用妹子良心講賴正凱 你就直接去買 你不用因為我們兩個 你覺得我們兩個都不帥 長得這麼醜 還要我去妹子良心講 或者是覺得這抽太困難了 對你就直接去買 對 像是MOMO或是博客來 或是成品書局 還有三明啊 金時常都可以找得到 沒錯 那用新台PL來教訓一下賴正凱 讓他的新書下架 快打我快打我 哈哈 那麼這期的我在案發現場呢 我們就在這邊 也感謝錯別字的分享 感謝你 感謝大家 謝謝我做錯別字我是賴正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Instagram的臉書 還有Youtube來搜尋訂閱 我在案發現場 好